第1251章暗流 叶福天回到千叶城之后不问外事 安静修行 他知道 这件事必将引起一阵风波 且不说九大不足不会放过他 赤龙借不少顶尖势力 也会对他所得产生寄予之心吧 没有人知道他得到了什么 但正因为不知 才更会好奇 更何况 在一季之前便能够得夸皇传承道法 所有人都会猜测 究竟夸皇留下了何物 比传承道法还要更珍贵 修行的世界向来残酷 雪中送炭的不多 但落井下石 浑水摸鱼的人绝对不会少 只要有人想对他出手 必然会引动其他人争夺 叶福天所想并没有错 如今 外界已经传出一些声音 叶福天纵然背后是下皇界 但一人皇界 在这次龙界又能翻得起多大的浪来 只要不动下清冤就够了 若真有很多人同时要动叶福天的话 纵然是背后的下皇 也做不了什么 传出这种声音的人不得不说居心叵测 但这也是实话 真若是叶福天遭到围剿的话 各大顶尖势力都争夺 下皇界难道还能以一介之力挑斥龙界诸势力 根本做不到 不知不觉中 神中历一万零二十四年已接近尾声 这段时间千叶城汇聚了不少人流 来自各方比以往都要热闹 这些人有强有弱 为什么而来 诸人自然能猜到一些 除此之外 还有一则消息和千叶城有关 并且在赤龙城引起一阵巨大的波澜 这消息甚至隐隐震慑了不少想要抢夺叶福天宝物的势力 让一些有这种念头的人将之生生吞了回去 从戒王宫传出消息 今年的戒王榜上将会新添一人的名字 而且还是一位今年入戒王宫修行的青年人物 千叶城余生入戒王宫数月时间登戒王榜 赤龙界的人当然明白戒王榜的分量 戒王宫赤龙界语第一修行圣地 立戒王榜被誉为赤龙界语第一榜 而且不局限于戒王宫修行之人 而是整个赤龙界的修行者 每一位入榜之人 皆会受到极大的瞩目 此榜只列圣境之人 不限圣道具体境界 不按实力境界 戒王宫也从未说过戒王榜的依据是什么 就像是没有任何名头的野榜 但即便如此 剑王榜每一次有新人入榜 都会引起轰动 在余生之前 剑王榜上一共有17人 加上余生的话 才仅仅只有18人 圣道四境之人 皆有 之前和余生争夺入戒王宫资格的古皇城 行仇兄长行开 便也是戒王榜上的存在 虽然戒王宫的人从没有提及戒王榜究竟是什么 但赤龙界之人皆称 戒王榜上选中的人 便将可能是赤龙界于未来人皇 也就是意味着 如今戒王榜上的18位强者 都拥有踏足人皇境界的前置 余生入戒王榜 可想而知这意味着什么 这可比入戒王宫还要难太多 这样一来 那些想要对叶福天下手的人 就不得不考虑余生的存在了 即便能除掉叶福天 但一位在戒王宫修行且入了戒王榜的人 将来踏足涅槃之境 赤龙界有几人能挡 如今 赤龙界处在戒王榜上的涅槃之圣 都是近乎无敌的存在 而除掉一位戒王宫修行之人 而且还是放上了戒王榜的存在 在赤龙界 还真没有几人敢坐 戒王宫背后站着的 可是赤龙皇 余生 再加上叶福天 两人皆都天资卓绝 背后还有下皇界 因而不少人考虑到这 便也按住内心中生出的悸动想法 还是不参与其中 毕竟即便参与 也不一定争得到 还将会和叶福天以及余生他们结仇 既然如此 干脆安静地做一名看客 这一天千叶成城主府有客前来拜访 而且直接便要求见叶福天 叶福天见了对方 竟是燕玉成之人 这次 燕玉成也参与了夸皇遗迹之行 他们争得了人皇道火进入遗迹之中 和北离部族合作 整个事情的经过 燕玉成的强者都是很清楚的 城主府内 燕客之地 叶福天坐在主位之上 燕玉成的一位强者开口道 叶成主 我便开门见山了 好 前辈有话请直言 叶福天点头 他也懒得绕圈子 此次夸皇遗迹之行叶成主大方一彩 想必在夸皇遗迹中有所得 无论是传承还是夸皇留下的其他秘宝 如今皆都已经吸引了 赤龙界诸多势力的注意 如今这千叶成中 可以说已经是风云际会 各方人物都已有暗现到了 叶玉成的强者开口说道 叶福天安静地听着 没有回应 叶玉成强者停顿了下 看了叶福天一言继续道 这种背景下 叶成主没有必要死守 正如之前在西境之地叶成主所说的那样 既然九大部族不会放过成主 何不将夸皇所流传成 以及密宝拿出来交易 这样一来 各方势力都能够得到满足 而且叶成主还能收获一笔可怕的修行资源 他的话让叶福天露出一抹颇为有趣的神色 他不得不承认 这叶玉成强者所提出的建议 的确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若他真这么做 真有可能破解如今的局面 很显然 对方就是为此而来的 只听对方继续道 叶成主想必也明白我的来意了 我叶玉成愿付出大代价 交换夸皇传承 以及夸皇留下之密宝 当然 若是叶成主认为我叶玉成难以付的起代价 今后叶成主遇到什么困难 我叶玉成必然会出手 包括这一次 叶福天看向对方 叶玉成可以说比较有诚意了 他答应对方便多了一位朋友 反之 若是拒绝便有可能将叶玉成推向对立面 成为想要争夺他身上宝物的势力 手指敲击着作以扶手 不得不说 叶福天都有些想考虑了 那被命魂吞噬的火焰灵珠刺是不可能拿出来的 但夸皇传承的道法 用来做交易的话 似乎也没什么不可 只是 有些不厚道 这么做 夸皇坐下的九大不足 怕是会将他恨之入骨 除之而后快 叶福天思考片刻 随后手指的动作停下 笑着开口道 前辈心意晚辈心领了 只是 虽然夸皇不足不少人不仁 但我相信那并非是所有人的态度 而且九大不足定会想明白的 这夸皇传承乃是夸皇流于祖地一记 自是留给他后人 既然巧合下辈我所得 我若是任意售卖 便显得对夸皇前辈以及各部族极不尊重了 因此 叶福天笑道 前辈见谅 对方见叶福天却觉得如此果决倒是一愣 不过随即笑了笑没有多言 以叶福天在一记中表现出的心性天赋 想必决断力非常强 既然拒绝 再劝也没什么意义 既然如此 我们先行到辞 打脚叶成主了 叶玉成的强者起身微微拱手道 随后便离开了这边 叶福天在他们走后露出思索神色 这一拒绝 也不知叶玉成会不会走向对立面 叶玉成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 是萧城以及黑燕城等不少擅长火焰的顶尖势力皆都前来拜访 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般 不过他们的目的却都和叶玉成相似 想要以更柔和一些的方式拿到夸皇所留 然而 都遭到了叶福天的拒绝 有人很客气的离去 但也有人 带着不怎么友好的态度离开 年末越来越近 不少人拜访城主府遭去的消息也传了出去 许多人在想 这叶福天究竟在想什么 莫非 他真的一点不担心 就连千叶城的寻常修行者都明显的能够感觉到 如今的千叶城 有些不一样 强大的修行之人无处不在 神中历1024年 终于迎来了尾声 千叶城城主府中 叶福天安静的坐在院落之中 抬头望向苍穹之上 又是一年了 如今随着修为的提升 时间似乎也过得更快了 或许 不经意间的几次修行 便是许久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 对他影响很大 大骊国师被废修为求于离皇宫中 结语如今也是生死不明 也不知何时能去找他 如今 他还没有真正能够在赤龙界站稳脚跟 因夸黄遗迹一事 又引来了不小的风波 但对于此 他却显得很平静 或许是早已经习惯了吧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浪 许多事情在面对之事 已经能够心如止水 时间 改变了很多 但唯独没有改变的是 随着修为的变强 他对实力的渴望 反而越来越强烈 越强霸 对修为实力的需求 也越强烈 下清冤不知何时来到了叶福天身后 到如今 千叶成风云际会 有很多强者实责都按中道了 你想好了应对之法吗 没有 叶福天道 下清冤看着他 叶福天回过头笑了笑 道该来的迟早会来 并来降挡 水来徒掩便是了 他们翻不起多大的浪来 第1252章云集 赤龙界 一座城池院落之中 此时 有一道身影正在修行 他穿着一袭简单的素衣 身上弥漫着的气息极为可怕 在他体内 似有着某种奇妙的力量 犹如红花猛兽般咆哮着 使得天地间无穷到一垂落而下 整片空间 都似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所包裹 压抑到极致 他那娇弱的体内隐隐传出轰鸣之声 像是在以强大的力量洗脸身躯 筋骨血脉 似承受着极为强烈的恐惧般 那张俏丽的面孔露出痛苦之意 但他依旧努力地坚持着 就在此时 像是有一股力量不受控制般 整片天地间的道义都紊乱地流动着 扑 一口鲜血突出 女子停止了修行 气息浮动不稳 她压制着体内的力量 但却依旧显得有些狂乱 飞雪 一道身影闪烁而来 原来那修行之人 正是大骊国师之女飞雪 他们从下皇宫中介道而行 来到了赤龙界 一行人没有暴露身份 都在安静修行 毕竟他们是从大骊皇朝出逃而来 谁知道骊皇是否就此罢休了呢 南斋先生身上一股奇妙的力量涌动着 包裹着飞雪的身体 压制他体内的阵法 天地间紊乱的气流 这才渐渐趋于平缓 安静下来 二师兄 我没事 飞雪对着南斋先生开口说道 虽看不见 但脸上的笑容依旧透着柔美之意 说话之时还不忘用手擦拭着嘴角的血迹 都这样了还说没事 南斋先生开口道 飞雪 你体质特殊 又有那东西在身体当中 虽影响你 但同样也赐予你超凡的修行条件 你天生就是道体 如今既已入胜 不必急功急力 慢慢修行变好 你的修行速度只会比别人快 嗯 飞雪点头笑道 我会记住的 每次都是这句话 既然你会记住 为何又弄伤自己 一道略显严厉的声音传来 飞雪脑袋转过 面向说话之人 虽然看不见 但他依旧微微低着脑袋 轻声道 霸师兄 严渊看向那身影 表情虽然严厉 但内心中却是心疼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板着脸道 飞雪 我知道你急于求成 但修行本非朝夕之事 否则只会做无用功 而且 你体内的那股力量 根本不是目前的 你可以随意承受的 以后不允许你戒之修行 飞雪依旧低头不语 大师兄 声音温柔点 飞雪他也不想 南斋先生看向严渊道 然而只迎来严渊一道锐利的目光 顿时 南斋先生脑袋转过 像是没有看到般 他年龄虽比严渊还大 但在师门中 严渊是大师兄 飞雪 老师让我照顾你 我不希望有一天 我们去找老师的时候 老师坚持住了 你却没能坚持住 严渊继续说道 他也不想如此严厉 飞雪是老师唯一的爱女 对于他们师兄弟而言 可以说如胸如富般 既是长辈 又是兄长 但是 飞雪为了想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 强行动用体内那股力量 他根本掌控不了 稍有差错导致风印力量动摇 便可能万劫不复 嗯 我知道了大师兄 飞雪低着头轻声回应道 明天便是新的一年了 今天便不要修行太累了 休息下 严渊心有不忍 又柔声开口说道 嗯 飞雪点头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南斋 你和春阳照顾好飞雪 严渊说了一声 南斋先生点了点头道 好 严渊转过身 迈步离开 飞雪心中有些疑惑 问道 二师兄 今天是年末 大师兄不陪我们一起用餐吗 他去做什么 没什么 可能去找找修行资源吧 南斋先生轻声说道 我 飞雪点了点头 没有多问 往年的年末 爹和师兄们都会聚在国师府享受简单的晚宴 但以后 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么一天 陈忠立一万零二十五年终于来临 开年第一天 千叶城城主府中 忽有一行强者浩浩荡荡而来 直接降临城主府拜访叶福天 来人 赫然乃是赤龙界西晋之地九大部族之一的无视部族强者 吴庸亲自绿珠强者到来 叶福天见吴庸突然直接到来 必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直接来到了吴庸他们身前 叶城主 吴庸神色有些凝重 前辈怎么突然来了 叶福天开口问道 部族出事了 吴庸开口说道 叶福天皱了皱眉 他警告过注视部族他们 如若感动吴庸部族的话 他便将夸黄传承公诸于世 这样 注视部族的强者竟然还敢动 难道 他们真的不在乎先祖人黄传承 怎么回事 叶福天问道 叶城主 昔日祖地之门内 除了之外还有数位强者 都是我吴庸部族的核心长老及人物 然而 人心叵测 有人被注视部族好动了 或许被许下了大力 背叛了部族投靠注视 吴庸开口说道 叶福天听到他的话脸色微变 那些入祖地一季的人绝对是无视最核心的人 但即便是那些人里面 也有人被好动 那么这意味着 注视部族以及其他部族的强者 都有可能知道一季中发生的事情 当时 他入太阳之中 吞噬了整片祖地一季 那些亲眼看到的人自然明白 在太阳之中必然存在着什么逆天之物 才会诞生那等异象 而且此物珍贵程度还在夸黄道法传承之上 否则不会是最难得到之物 讲必九大部族的人都想得到 这将是实实在在的人黄留下的质保 或者大机缘 在这种情形下 九大部族 有可能将不惜一切都要夺回 他们对无视部族如何了 叶福天问道 称我勾结叶城主 杀死人族长 并且联合族长亲信势力 使得无视部族内部生乱 注视和重视部族强者乘尸而入 想要将我无视部族完全掌控 将之吞并 无庸开口说道 我只好律一批人直接离开部族 前来千叶城这边 恐怕用不了多久 他们便也会到了 叶福天神色中闪过冷意 这注视部族涉于自己的威胁 不敢开杀戒 于是采用这样的手段 瓦解无视部族 想要让无视部族臣服 彻底依附于他们 前辈暂时跟着我如何 叶福天开口道 无庸看向叶福天 道叶城主有把握吗 这次各大部族知晓一计之事后 必然全力夺回 接下来叶福天将面对的 可不是一个部族 也不止一两位面盘存在 纵然有下皇界的力量在 怕是也难对付得了 之前前辈也称 既然我继承一计 那么是否便可号令九大部族 叶福天问道 无庸目光露出一抹奇异之色 叶福天这是何意 他应该很清楚 即便祖训如何 但九大部族如何会遵守 原则上是这样 无庸开口道 好 叶福天点头 既然如此 若九大部族要对付他 便是不义了 前辈 无视部族之事 只会是暂时的 叶福天开口说道 以后自会复兴 无庸有些疑惑 但他还是点头 此次阻递之行 他对叶福天的性格也有些了结 之前不争 甚至一度让着隐天骄 但要他争之时 当然不让 该是他的 他便要 原族长想要争传承 被他直接引诱暴露目的 直接击杀 既然叶福天这么说 想必是有把握的 莫非 下皇界有顶尖人物 就在这千叶城中吗 走 入府休息吧 叶福天开口说道 一行人入城主府中 而此时 千叶城外 远处方向 烈焰滔天 有强者浩浩荡荡而来 直接踏入千叶城中 无数人抬头看天 只感觉一股灼热气流席卷天地 苍穹之上 有金屋神鸟急驰而行 而朱雀神鸟双翼遮天蔽日 有强者坐在太阳碾车上前行 威压惊天 正无比强横的阵容 直接在开年的第一天便 驶入了千叶城中 一时间 千叶城无数人震荡 到了 一道道声音响起 赤龙界西境之地的夸皇不足 夸皇陨落之后群龙无首 一直想要继承夸皇遗迹 然而却被叶城主所得 如今大军降临 城主府怕是危险了 有人开口说道 他们看向那些 史相城主府的浩荡强者 宛若火焰天神一般 顿时身形同样闪烁 朝着城主府方向而去 这些天 赤龙界许多顶尖势力 都一直关注着九大部族的动向 同样也关注着千叶城 如今各大部族到来 赤龙界那些顶尖势力 也早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 并且行动 接下来 不断有人踏入千叶城中 一时间 在这开年之日 千叶城受万众瞩目 强者云集 此时 虚空中 一行强者浩荡而来 为首之人 赫然乃是湘城的向南 他也带着湘城强者到来 七日下皇界和离皇界之争 他们不好插手 毕竟牵涉到人皇界之战 但这一次 只是针对叶福天而已 第1253章对峙 千叶城 前往城主府的路途中 不知有多少人 司徒世家的强者 也在赶往城主府方向 就在这时 虚空中有可怕的威压船来 司徒嫣抬起头 便看到有浩荡强者 从苍穹呼啸而过 太阳光洒落在他们身上 像是与之戎为一体 璀璨至极 夸皇领地九大部族 司徒嫣脸色略有些难堪 他刚得到消息 西境大军入城 便朝城主府方向赶去 然而 夸皇九大部族已经超越他们了 这阵容 城主府怎么扛 司徒嫣有些担心 听说当初在西境之时 是因为有好几位和叶福天交手之人出言相邦 夸皇不足才没有能够动手 但这一次 直接强势而来 不可能善罢担休了 那家伙 究竟拿了什么 司徒是家主司徒中也低声说道 目光中有着一抹担忧之色 这样的阵容 若是叶福天不妥协将东西交出的话 怕是会从很惨 嫁皇界而来的叶福天和余生两人 算是他最近这几年这片区域比较传奇的人物了 一个入戒王宫 如今上了戒王榜 而叶福天 虽没有和余生那样直接的战绩 但他主导了两大人皇界之战 入夸皇一季击败诸多竞争者 听闻其中甚至包括了戒王宫天之交女武皇公主尹天交 以及东皇宫皇子段无极 虽然不知道一季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只凭借这点 便也证明了他的非凡 这样的两人 潜力是极可怕的 他们的未来远远不只是千叶城这一城之地 这样的后辈人物 希望不要有什么事 他还想见证他们的未来 去空中 又有强者呼啸而至 黑夜市的人也来凑热闹了 司徒中皱着眉头道 他知道最近许多强者都混迹在千叶城 尤其是擅长火焰到法之人 想必对夸皇秘宝更感兴趣 这些人 来得真快 千叶城所有人都感觉到 一场巨大的风暴 即将在城中爆发 这场风暴 将丝毫不亚于当初两大人 皇界之争 当初两大人皇界之争 各自触动了四大涅槃存在 共八大圣境顶尖层次的人物 而这一次 只要九大部族到齐的话 便拥有九大涅槃 这还不算千叶城的涅槃以及其他各方来人 可想而知这次的阵容会有多可怕 讲到这 许多人露出古怪的神色 在叶福天他们入千叶城之前 千叶城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风暴 莫说是千叶城 赤龙城外的诸多城池 这种级别的风波绝对是罕见的 但叶福天之后 一次接着一次 不过 历代传奇人物的崛起 都将经历比他人更大的风浪 千叶城城主叶福天 便有可能是这样的人吧 只是 这一次 他能否安然度过此次风暴 城主府中一切如旧 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氛围 叶福天甚至设宴款待了无事一脉的强者 而且 叶会设在城主府的一座大殿之上 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 城主府之人都不知道这家伙究竟在想什么 竟然一点不及 不过沈天战道也显得很平静 如今城主府遇到危机 他自然会出手 既然答应了留下座父城主 他便会尽力 他会看着叶福天成长 更何况 沈天战其实很清楚 无论这一战结局如何 他至少不会陨落 虽然他答应了祝叶福天 但真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不可能争取为叶福天而死 简然 交情还没有到那地步 对于这点 叶福天也是心知肚明的 这世间 又有几个大理国师 此时 叶会之上 吴庸正在告知叶福天夸皇九大部族各部族的实力 除了最强的涅槃存在之外 又有几位无暇境的存在 听完之后 叶福天也感慨不愧是称霸赤龙界西境的九大部族 手中掌控的力量确实可怕 如若夸皇在的话 只是夸皇带领九大部族势力 时髓已经堪比赤龙界于中的一界了 无事部族强者数量如今是最少的 相对偏弱 正因为此 在九大部族之间的明争暗斗中 他们在不断被削 才会依附于助事部族 助事部族的族长祝空 也隐隐是站在九大部族巅峰的人物 九大部族的九位涅槃人物 他的境界最深不可测 远比无事员族长要强 同境同样会有明显的强弱差距 不然无事部族怎么可能依附 听前辈这么说 难怪无事部族处于风雨飘摇中 其他人不肯跟随前辈 宁可归顺著是助空 也在情理之中了 叶福天开口说道 在这种强弱差距明显的情况下 选择站在他这一方 明显是不治的行为 助空能够率领助事强者瓦解控制无事 非常正常 一成主不要见怪 原族长在一记中之所以生出贪念 想要继承夸黄留下的一切 实则可能也有此缘故 同为九大不足 多年来一直位居最末 且趋居于助空之下 想必他心中也有着一股气 想要借助入一记的机会翻身 无庸开口说道 叶福天点头 他自然不会在意 事实上 其实放在对方的立场这么选择也是正常的 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考虑 但站在他的角度 既然威胁到了他的性命只能抹除了 脾气太来 风雨飘摇多年 无事不足 有一天也许能够一同九步 叶福天开口说道 无庸差异的看了叶福天一眼 笑了笑道 希望有这么一天吧 他说完这句话 便抬头望向远处的方向 不仅是他 沈天战同样抬头看向远方 来了 无庸开口说道 虽然距离很远 但他们依旧感觉到了那股滔天气势 叶福天还没有感觉到 但他的目光也望向远方 开口道 走 去迎接下巴 说吧 他便直接起身外步而行 诸人跟随着他一起踏步而行 来到城主府外 叶福天并未站在府外地面上迎接 而是站在城主府前的一座建筑之上 周围已经有诸多强者汇聚而来 抬头看向城主府方向 也不知道叶福天有没有做好准备 远处的苍穹 天都被烙印的通红 一股强横至极的威压席卷而来 有太阳碾车出现 助空坐在碾车之上 身旁强者如云 浩浩荡荡荡而行 在他身体周围 各大不足的强者旗帜 他们身躯之上 皆都缭绕着强盛至极的火焰气息 躯空都似乎在燃烧 火焰光辉赤盛 从远处的苍穹直接射向城主府所在的方向 太阳碾车于高空中停下 各大不足强者纷纷止步 一双双火焰之同摄像夜 伏天他们所在的方向 极其可怕 其他方位 不断有强者到来 降临城主府这边 黑焰市强者到了 这时 有一处方向 一行人气息恐怖 为首之人身穿黑袍 乃是黑焰市的家主 亲自到来 黑焰市的先祖 也是人皇 黑焰皇 焰玉城强者到了 另一方向 一行人沐浴璀 火焰光辉 为首之人随意站在那 便如同一尊火焰战神般 当初 这几大势力都是拜访过城主府的 然而 他们的提议都遭到了夜伏天的拒绝 不知这次前来 是看热闹 还是要争夺夸黄留下之物 夜伏天 此时 虚空中 太阳碾车之上 一道身影傲然而立 沐浴太阳之火 宛若一尊神明般 此人正是祝氏不足的祖长祝空 夸黄一记 乃是我九大不足之祖地 你勾结无庸 杀无事不足祖长 夺祖地夸黄一物 使得祖地消失 回我九大不足根基 祝空目光望向夜伏天朗生开口说道 此事该当如何 这声音滚滚 传遍虚空 诸人听到祝空之话便明白 看来这次九大不足对于夜伏天所得到之物 是势在必得了 而且这主空竟称夜伏天勾结无庸 杀九大不足无事不足祖长 为其定下罪名 施出有名 这时冲着要夜伏天命而来 简然九大不足也明白 既然交物便要斩草除根 不能留下疑惑 主空 祖地无事不足祖长之死 无庸以及我身边的无事强者比谁都清楚 你掀起无事不足内乱 试图吞并 本也与我无关 我也不想过问你九大不足间的事情 夜伏天看向对方 冷漠回应道 但既然 你依旧不依不饶的话 那么我便问你 既然你知道我如今得夸皇传承 既成夸皇所留 见到我 为何还不恭身拜见 奉我为主 浩瀚天地 无数人皆都听到了夜伏天的声音 他们都是内心一颤 这家伙面对九大不足前来围剿 竟然要注视不足祖长奉他为主 就连祝空瞳孔也微微收缩 眼瞳之中射出可怕灼热火焰道义 朝着夜伏天压迫而去 你口口声声说夸皇一记属于你九大不足 既然如此 为何不遵夸皇一命 夜伏天继续开口说道 如若你不遵夸皇一命 奉我为主 那么你有何资格前来讨要夸皇传承之物 第1254章战斗爆发 夜伏天强势质问 使得城主府周围浩瀚空间寂静无声 一时间 祝空竟无法回答 夜伏天所言 的确没有什么问题 既要承认夸皇一记属于九大不足 那么自当成其一命 很显然 这只是一场掠夺而已 哪有什么大意 所谓罪名 都不过是莫须有 纵是夸皇传承之人 也只能出自我九大不足 如何与你这外人有关 重视部族族长重楼开口说道 他双同霸道至极 扫视夜伏天 夜伏天目光望向对方 道 重视部族族长重楼 你的名字出自夸皇传承之法重楼战体吧 重楼您是夜伏天 果然传承了完整的夸皇道法 竟然连传承之法重楼战体都知道吗 既与外人无关 你们九大不足夭道火获得者入主的做什么 夜伏天问道 难道 不是因为你九大不足无人 见外人之力为你们夺传承 拿下之后便又灭口夺之 重楼瞳孔微微收缩 蕴藏一股极霸道之意 他眼瞳开河间似有一尊无比恐怖的火焰战神虚影出现在夜伏天眼瞳之中 似要将他直接压垮 夜伏天双眸同样燃烧着火焰 气息绽放 这些人虽然没有出手 但只是一道眼神 一缕气息 都能够给他极强大的压迫力 九大不足有盛进人物踏步而出 身上气息可怕 明是夜伏天 重楼身后便也有一位强者迈步往前 沐浴火焰之中 夜伏天 眼九大不足无人 看到那走出之人 夜伏天目光扫了一眼 透着轻蔑之意 于西境多年 看来都已经让九大不足忘记了自己是谁 不尊夸谎以命 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夜伏天但莫开口 纵没有你的存在 我九大不足也早晚会拿到夸谎所留 重视不足重理 领教下你的自信从何而来 那身影见夜伏天神色轻蔑 迈步而行 他乃是重视不足青年一辈第一人 站立极其可怕 此次祖地开启 他没有入 他们九大不足内部之人 会在修为更高的时候再入祖地 这样把握会更大一些 与此同时 也会继续邀请外来之人 让他们为九大祖的做事 夜伏天说的并没有错 九大祖的邀请他们 只不过是利用而已 只不过这一次 祖地之火 竟被夺走 夸黄一记 消失 重理 他一心想要继承夸黄一流 然而 还没有等到他到祖地去看看 祖地便没有了 重视不足强者没有阻拦重离出手 重离天资绝顶 本身是极有希望打开祖地之门 前往继承夸黄一记的超凡妖念人物 他们重视不足 一直寄予厚望 但如今 所有的一切 皆在夜伏天身上 重离虚空踏步 圣道之威席卷而出 压向夜伏天 他每一步踏出之时 都肆一尊火焰战神般 踩踏在夜伏天身上 你们谁出手 夏清渊对着身后诸人开口说道 这重离 想要直接站夜伏天 对方九大不足前来 强者如云 重楼不过是一后辈人物 便想直接站千叶成城主 他也配吗 我去 一道声音传出 幻音落下 一箭破空 宛若闪电惊雷 割裂虚空 人群之中 便有一道身影迈步而行 天地间 剑影漫天 空笑前行 重离双桶扫向下空 恐怖大道之火焚杀而下 那片空间震荡 似要一道眼神灭杀对方 然而那踏出之人眼谋如剑 撕裂一切 将刺入他的眼瞳之中的道义攻击 直接粉碎 空 战一滔天 重离身躯化作火焰战神般 一脚踏下 虚空轰鸣震荡 一火焰大脚印踩踏虚空 焚山主海 剑制 直接刺入火焰大脚印之中 伴随着一声巨响 直接刺入其中 欲将之撕裂粉碎 终为空间 进阶四要被撕裂开 众离再次踏步而行 身躯之上的道火四更为强势霸道 他整个人也变得更为伟岸 又是一步踏出 火焰大脚印四和刚才的大脚印重叠 威力暴增 摧毁对方的剑意 踏出之人手指朝前一指 剑气萧萧 化作可怕剑气风暴 裹挟对方的攻击 同时 更强的剑意融入之前的剑之上 一往无前 众离连续踏步 威压越来越强 他身躯越发伟岸 重楼战体有十三重 一重更强过一重 众离连踏七步 战体释放七重 然而那对手竟然没有退后一步 剑意开到 那凝聚而生宛若一重高楼般的火焰大脚印中 有着无穷璀璨的剑光闪耀 狂暴肆虐 同时一柄剧剑一点点刺入其中 两股力量皆都无比强势 重视不足的许多强者 皱了皱眉 重离在他们部族已是极为强横的人物了 即便在九大部族 都属于这一镜顶尖人物 对方也扶天没有踏出 下青渊也未曾出手 竟还有能够抗衡重离之人 就在此时 那火焰大脚印之上 缭绕着滔天之火和璀璨见光 终于伴随着一声巨响 一切尽皆毁灭 火焰和剑气肆虐于天地间 使得空间刮起毁灭风暴 那是谁 有人问道 这两位圣道出境之人都非常强 应该是下皇界修行之人 有人按道一声 夜服天神色平静 看着虚空中的战斗 这重离实力确实非常不错了 至于重离的对手 下皇界离恨天三十三之上的剑修 望穿 两人狂暴大战 浩瀚空间许多强者 都释放弃袭抵挡两人战斗余波 主空和重楼目光明是战场 只见这时 又有强者踏步往前 迈入战场之中 是注视不足的圣境妖念人物 祝南 不仅仅是他 各大部族强者陆续有强者迈步往前 走向战场 这些人 都是正圣之境 似乎 是想要逼迫夜服天出手 如若能够他们直接拿下夜服天 倒也无需各部族的顶尖人物动手了 他们只需挡住对方的顶尖人物便可 这些强者踏步而行 直接朝着望川所在的战场而去 夜服天皱眉 还未说话 身边便有身影虚空迈步 当圣和顾东流首先踏步而出 直奔战场 之后 叶无尘以及许彻涵也朝战场迈步而行 此外 轩人士和神肖谷也各有一位强者踏步而出 和对方出战的人数相对应 各自前往找到自己的对手 一瞬间 战场之中圣威席卷天地 威压城主府外浩瀚空间 刀圣直接祭出了魔刀 他没有将这当作是切磋战斗 而是战场 今日 九大部族本身也不是来切磋的 是想要来拿人 一瞬间 魔威咆哮于天 刀意融入刀圣的躯体之中 使得他身体像是披上了一层魔刀铠甲 那比魔刀吞吐害人的魔刀光辉 暴乱的气流席卷天地虚空 他出现在了一位巫族强者身前 对方身躯璀 金屋神鸟之光绽放 但当刀剩一刀斩出之时 苍穹像是被割开一道可怕的地狱裂缝 他神色惊变 一尊巨大无比的金屋神鸟出现 扣杀而出 想要挡住刀光 然而魔刀之下 金屋神鸟身影被直接斩断 可怕的魔刀切割而下 扑刺一声 他身后凝聚而生的金屋火雨被直接斩断 整个人还在急速闪避后退 惊出一身冷汗 这魔刀 许多强者盯着刀圣手中的刀 那股刀意 远远强过刀圣的境界 像是万魔之刀 刀斩出之时 充满了暴力气息 古东流面对的对手则是难离不足的一位强者 他身躯之上有着神圣的光辉闪耀 骨子环绕 大道共鸣 气息暴涨 掌印轰出之时 似天崩地裂斑 霸道绝伦 曲彻涵走向了伤势不足的一位强者 他身体飘向对方 身上气息并不强大 对方见他走近 眼瞳中闪过一抹冷笑 掌心之中流动着璀璨的金色火焰 在许彻涵到来之时 他的掌印直接轰出 和许彻涵碰了一掌 你找死 见许彻涵竟敢和他碰掌 他冷灭开口 杀意强烈 两道掌印碰撞在一起之时 恐怖的灼热火焰气流 瞬间冲入许彻涵的手臂 甚至一路往前 冲向许彻涵躯体之内 曲彻涵温哼一声 体内有可怕的金色导火摧毁一切 冲向他五脏六腑 身体直接被震退 口中有心血流淌而出 但与此同时 对方同样发出一道惊呼声 看着自己的手掌 他拿火焰手掌进化做了黑色 很快 他的手臂也一样 金色的火焰和黑暗之色混在一起 显得极为猙獰可怕 毒树 他的脸上也一样 金色的火焰光辉融入黑暗气流 但更可怕的是 他感觉这股毒树像是刻意为他的火焰而准备的 浴火变散 入侵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曲彻涵也并不好受 他取出一枚丹药直接喂入口中 随后直接退出战场 气息运转 毒树化作药道 一股治愈光辉笼罩身体 修复受损的部位 比拼战力 他定然是不如赤龙界九大部族挑选出的盛进人物的 但他的毒树出其不易 足够对方受的了 战场中的形势显然并不如各大部族所预想中的那样 他们竟然没有占据任何优势 叶福天甚至都没有出手 第1255章洞主 主空皱了皱眉 扫了一眼混乱战场 他冷漠开口道 去 幻音落下 各大部族又有圣境强者踏步而出 一时间更多圣境人物降临战场之中 下青渊皱眉 他们一方虽也有不少正道之胜 但显然没有各大部族多 一道道身影破空而行 圣道第一境的强者纷纷踏步而行 司徒渊也踏入了战场 你也去吧 沈天站对着沈军开口说道 沈军点头 随后迈步而行 朝战场走去 叶福天身上一股强横气息绽放 想要亲自出手 却见下青渊开口道 我去 幻音落下 他迈步而行 朝战场而去 叶福天是千叶成城主 自然不能轻易就这么下场 下青渊都亲自出手了 下皇界到来的圣道第一境的强者 哪里还有人敢留 一瞬间 这片浩瀚空间仿佛完全不够这些人的大战 他们不断朝着高空战斗 场面一片混乱 远处 又不断有强者降临而来 剑木之城的九阳圣主都亲自到了 还有西禅 他目光望向战场之中 在他们身边 则是剑木之城另一顶尖势力 长势 长怀也在 他目光看向叶福天之时 眼眸中有着淡淡的冷意 叶福天回过头看了一眼 他不仅看到了九阳圣主他们 还看到了乡城的强者 湘南也在 在这开年之日 千叶成还真是热闹 各路顶尖人物齐驱而至 那些顶尖人物也扫向战场 看到了不少同级别的熟人 盖圣王也到了 这时 九阳圣主目光望向一处方向开口说道 在那里 一处虚空之中有一行身影降临而至 为首一人身穿金色华丽长袍 极具威严 他随意站在那 便似有着一股盖石之威 一双龙眉微微弯曲如刀斑 透着锐利霸道之气息 他背负着双手看向战场 许多人的目光皆都看向他 内心略有些震动 没想到盖圣王竟也来凑热闹 许多人又看向盖圣王身边的人 一位绝代青年人物 他气质卓绝 只有盛进出境气息 但在此之前 他便是极有名的人物 只不过 却有人踩着他的名探入了戒王宫 古皇城 行仇 在赤河之战中 万众瞩目 所有人皆都以为他会和他兄长行开一样 横扫朱强者 踏入戒王宫修行 然而 那一次战斗 余生横空处世 力压群雄 踏入戒王宫 传闻在踏入戒王宫后 戒王宫许多妖孽人物入门欢迎一世拦截余生 余生一路横扫打进了戒王宫里面 以无敌姿态横推进去 这才在短短的数月时间内 明入戒王榜 戴圣王和行仇一起而来 但戴圣王并非是古皇城之人 不过诸人并没有疑惑 戴圣王和古皇城间的关系 是龙界诸人都是知晓的 这位绝戴圣王 在圣道这一境中极少有他敬畏的人 他本身便也几乎站在了巅峰 唯独那位号称人皇之下第一人的九奴 强如戴圣王 也尊敬有加 传闻 戴圣王曾受过古皇城城主九奴恩惠 也有传闻称 盖圣王曾在九奴门下求道过 如今 盖圣王亲自陪行仇前来千叶城 也不知道是单纯的看热闹 还是想要做些什么 这千叶城中围聚集的阵容 越来越可怕了 主空眉头也微微皱了下 他自然感觉到中围出现了许多念盘籍的存在 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威胁 如若这些人也要争夺夸皇遗留之物 会很棘手 叶福天 你真想要以千叶城之力抗衡我九大不足 去空中 太阳碾车之上的祝空朗生开口说道 璀璨的太阳光辉洒落而下 赤热气流威压天地 不要累及其他人 你们现在退走 我可以不追究今日之事 叶福天扫向对方 回应说道 祝空和崇楼等人都皱眉 威严的神色更显冷烈 这家伙简直不知好歹 你哪里来的自信 祝空吐出一道声音 璀璨的太阳神光直接射向叶福天所在的方向 无庸出现在他身前 身躯之上火焰燃烧 太阳光会直接射落在他身体之上 宛若沐浴神光 你们呢 叶福天扫向祝空和崇楼之外的其他不足强者道 你们想清楚 今日你们若是一定要参与此事 拿不下我的话 以后后果自负 还有 如若今日我千叶成有一人因此丧命 我必将你们从花黄九部中除名 诸人皆都盯着夜福天 太放肆了 七进九大部族中除了无事部族 以及北离部族外的七部族沙来 他竟然还敢吐出如此狂言 莫非真有什么底牌不成 七大涅槃人物在场 即便如上一次一样 夏皇界三大涅槃降临 再加上沈天战和吴庸 也都不够吧 而且 许多顶尖人物并没有发现 成竹府有其他涅槃人物的足迹 上次大黎皇朝和夏皇界爆发战事 想必如今那两大人皇界并不太平巴 夜福天 他的自信 究竟来自哪里 太阳碾车之上的光辉越来越亮 一股赤热光辉笼罩浩瀚无尽的空间 这祝空似乎打算亲自动手直接拿人 前方爆发的盛道出境之战 怕是短时间没有办法分出胜负 难拿下夜福天 就在他准备动手之时 远处又有一股强大气息传来 祝空皱了皱眉 目光望向远方 只见一行人踏步而行 瞬间降临这片空间 他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 之前和他们注视不足合作过的修行之人 五皇公主尹天骄 不过这尹天骄后来反而帮了夜福天 尹天骄并非是一人而来 而是跟着许多人一道前来 为首之人 是一位身穿火焰道袍的老者 气息可怕 此人出现 便被不少人认出来 顿时又是引来阵阵惊呼 就连借王公的顶尖人物也到场了 不过他身边 都是一些后辈人物 余生 许多人的目光落在一处地方 那借王公老者身旁站着一位魁梧的身影 他站在那 高其他人一个脑袋 浑身像是充满了爆炸般的力量 千叶城 余生 秦仇的目光瞬间望向那边 看到余生之后 他瞳孔微微收缩 身上缭绕着一股战意 七日赤河之战 他入圣之后 被同样破进入圣道的余生 直接镇压打下凡尘 秦仇之名 便注定无法和兄长相提并论 并且 世人看到他想起的只会是余生 虽然那一日行开劝他 世间修行之人谁能不败 但是 见余生名声越来越响亮 如今已经和大哥一样 入界王榜 他心中感受可想而知 界王公的洞主之一 但圣王看了一眼余生身旁的老者对着行仇说道 行仇神色如常 但心中却极不平静 余生出行 界王公尽有洞主随行吗 在界王公 有一些洞天伏地 每一位洞主坐下 都会有数位极厉害的人物 他们负责平日里对界王公弟子的教导 也就是说 即便你入了界王公 也不一定能够直接拜入洞主门下的 每一位洞主 都是站在圣境之巅的人物 而余生 直接变入了洞主门下修行 这本是他所想要得到的 但如今 一切的光芒 皆在余生身上 秦仇 他虽有洞主教导修行 但您有九先生教导 不比他差 不要执念太深 盖圣王四知道行仇所想 劝道 嗯 我会尽力 秦仇点头 想要完全不在意 还是难做到 最不知叶福天得到了什么 但能够让七大部族组长亲智 想必是非凡之物 盖圣王低声说道 就在他们说话之时 余生直接一步踏出 朝战场中走去 他没有去看行仇 香兰等被他击败的人 这些都不在他的眼中 祝空他们在戒王宫强者到来之时 就注意到了 见到余生踏步而出他皱了皱眉 看向那洞主道 今日之事是我九大部族和叶福天之间的事情 戒王宫不会插手吧 戒王宫背后是赤龙皇 一般而言 是不会插手外界事物的 不会 那洞主淡淡开口 祝空放心了些 但随后他听对方继续道 不过余生乃是千叶城之人 他要参战戒王宫也不会约束 你们随意 不过 我不想看到九大部族 有高境界之人 欺戒王宫弟子 诸人听到他的话露出怪异的神色 余生是入戒王榜的人 这摆明是了要欺负人啊 但对方的话也无法反驳 你若是出动高境界的人 欺余生 那么戒王宫之人自然也可以插手其中 祝空眉头微微皱了下 没有说什么 他目光看向余生 只见余生直接踏步走出战场之中 朝着一处方向奔去 一位九大部族的圣境人物 直接朝他发起了攻击 月眼滔天 狂暴大手印直接印下 余生扫了对方一眼 脚步猛踏虚空 天地轰鸣 魔威翻滚不休 四披上魔神铠甲 空 一声巨响 祝人只见余生根本就没有挡着一击 而是敞开身体 愿由对方大掌印直接降临 轰在他胸口位置 恐怖到火想要坟灭他躯体 火光冲天 淹没了余生的身躯 魔神铠甲似然起了火焰 更加的绚丽 那人没有和余生交手过 哪里知道余生的防御有多可怕 他意识到不对知识已经晚了 余生的拳头直接轰出 轰 一声巨响 他的胸口直接被一拳打穿来 第1256章戒道 这力量 许多人见到余生出手之后 都看向他所在的战场 毕竟是新入戒王榜的存在 而且戒王宫洞主随行 自然引人瞩目 想要看看他的战斗力有多强 这一击出手 便让人清晰地感受到 他那尊魁梧屈体内蕴藏的狂眼爆发力 对方乃是九大不足的盛进人物 轰在他身上宛若没事般 然而承受他一拳 直接被拳一动穿身体 随后朝下空坠落 没有让他们多想 余生继续踏步而行 虚空震荡 他手掌伸出 顿时幻化出无比巨大的魔神手掌 隔空朝着一位圣镜人物抓去 那圣镜强者双掌挥动 身体周围环绕无尽神火 直接爆发 朝着余生轰杀而去 轰猛龙 一股震撼魔微降临 诸人只见巨大的魔道手掌印身后 出现了一尊盖世魔影 这掌印仿佛从这尊魔头手中轰出 越来越大 天地大到共鸣 压他这片天 镇压而下之时 那圣镜强者只感觉身体难以动弹 璀璨的神火直接在掌印下崩面粉碎 他身体急速后退 但在他的瞳孔之中 那尊盖世魔影不断放大 他越逃 却发现身体越渺小 还是在那巨大的魔道手掌印的掌心之下 这种感觉就像是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空 一声巨响 巨大无比的手掌印将他的身体淹没 从苍穹拍打至地面之上 一声狂暴巨响 地面出现一道无比清晰的巨大手印 周围则是撕裂出一道道裂缝 许多人心头颤了颤 这样的功法之力 简直令人绝望 借王宫所设立的借王榜 没有直言这是什么榜单 但无一例外 凡是上榜之人 在他所处的那一镜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横压一带 除非同在榜单上的人碰撞 其他人很难企及 之前余生入榜上 且有人怀疑他的实力 如今 许多人都看到了借王榜上的人有多强势 秦仇目光明是余生所在的战场 入借王宫的他显然比刚入圣道之时更加强横了 他身躯之上战役缭绕 四海想要再次一战 旁边的盖圣王感知到 行仇身上缭绕的战役开口道 你想去 秦仇没有回应 他的确想要再战 不过 这次和赤河之战不一样 上次赤河之战 他自认为自己必胜 但如今 没有一点信心 你没有自信 该圣王继续道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同样淬炼心境 只要你能够看透胜负 只当他当作一场试炼 胜败便无关紧要 他看得出来 上次之战 为刚入圣境的行仇 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不像是以前的行仇 充满了自信 有着一往无前的信念 天下风流人物 唯我独尊的气概 以前 他和形态很像 两兄弟天资卓绝 都是他极为欣赏的后辈人物 将来成就 必不会低于他 因而代圣王 想要帮行仇走出来 行仇点头 随后踏步而行 竟争直 接朝着战场走去 他去体之上 一股恐怖光辉绽放 大道光环闪耀于天地间 他的身体 似合这片苍穹半生共鸣 一尊无边伟岸的战神身躯 在他身后出现 这一刻的行仇 化身一尊战神人物 他抬起手 朝着一位千叶城的圣境强者 发起了攻击 那人 赫然是司徒焉 司徒焉感受到一股极可怕的威压 他脸色惊变 绽放力量防御 但见行仇的攻击无边霸道 掌翼轰出知识大道一体 无坚不摧 一声巨响 他身体直接被震飞出去 口中吐出一口鲜血 身躯剧烈的震荡着 体内血液翻滚 秦仇出手了 一瞬间 无数道目光落在行仇的身上 上一次赤河之战的结局 许多人还记得 叶福天皱了皱眉抬头看向战场 这行仇 将这战场当作他的失恋之地 余生再度将一人碾压轰飞 随后踏步而行 直奔行仇所在的方向 秦仇同样走向他 赤河之战后 两人再次相遇 靠到某微翻滚不休 行仇则是凝硬 大道共鸣 一股至上威压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在他躯体之上 隐隐有一缕人黄光辉 看到余生接近 行仇身躯和命魂相容 轰隆隆的声响传出 他身化大道 化身为真正的战神 一道道光环于他身躯之上 闪耀亮起 和天地共鸣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有着一股惊天之威压 靠墙 许多圣境人物感受到行仇的威压心中暗道 自于生入戒王榜之后 诸人便明白行仇战败并不是因为他不强 而是对手更可怕 如今亲眼感受到行仇身上的战意 确实可怕 而且 如今行仇已不如圣境 想必真正能够发挥出战皇传承下的绝代功法 太选道义 此数能够将身躯本身引天地大道共鸣 修行之人从年幼时便需同修无法 肉身也要成圣 直至达到精神意志和肉身共鸣 沟通天地 使得自身能够爆发出超脱于自身力量的战斗力 此数对修行之人的精神力和肉身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当年 战皇凭借此法纵横一代 战天战地 实力滔天 路人皇净之时才被封号战皇 以行仇的身体为中心 刺形成了一股骇人的风暴 卷向苍穹余生 余生脚踏虚空 虚空之上魔微滔天 他身后出现一尊带式魔神虚影 双瞳冰冷 那把道至极的眼瞳似要让行仇沉浮于脚下 余生所修行之功法 怕是不比太玄道一叉 那威压 简直可怕 两人还未交手 两股力量便滚滚咆哮碰撞 空 伴随着一声巨响声传出 苍穹之上大道魔神手印 从苍穹轰纱而下 情仇大和一生 身体冲天而起 他身躯之上的大道光环与天地共鸣 一尊尊战神般的虚影铭具出现 抬手攻法 轰向苍穹之上 仿佛 是昔日赤河之战的重现 空 碾压一切的魔神掌印压他那片天 诸多战神权亦进阶破碎 行仇化身的战起身手臂伸出 万千拳亦崩面天地 他与双手撑起这片天 东 余生一步踏出 横穿虚空 脚踏天穹 直接踩下 低头俯瞰下空 手臂抬起 那带是魔王身影朝着他下方的行仇砸去 又是一声巨响 行仇身体朝着下空坠落而去 温哼一声 又是吐出一口鲜血 助他 助空开口说道 顿时一道道圣镜强者闪烁而行 朝着余生发起了攻击 竟想着联手攻击余生 下方行仇嘴角一穴 抬头看天 战役依旧 又一次冲天而起 该圣王看向这片战场 扫了余生一眼 看来这次 行开和行仇两人 有对手了 这时压力 同样也能成为动力 助空脚步往前一踏 一股无比璀璨的神威降临而下 似有太阳之剑垂落而下 似向夜伏天所在的方向 吴庸依旧挡在夜伏天身前 手掌朝着虚空轰出 剑垂落而下 在他的掌心道火下一点点的消失 七大部族的顶尖人物脉步而出 助空开口道 无关之人 离开这里吧 以免殃及无辜 涅槃靖强者出手 会是何等可怕的场景 取多圣镜以下修为的人 纷纷后撤向远方 担心遭到余波攻击毁灭 各大部族强者围剿上前 助空的身体走下了太阳碾车 俯瞰城主府中的夜伏天道 我们若是出手的话 不急的可能便是整个城主府了 你真要我们自己动手吗 直至此刻 他都不知夜伏天的自信从何而来 竟然狂言威胁他 七大部族 多少强横人物 这股威压降临而下 整座城主府都四倍一股窒息的威压笼罩在其中 你最好不要伤及到其他艺人 否则 我会找你们各部族算这笔账 夜伏天抬头看向虚空中的身影 开口道 无庸前辈 你来承接夸皇之道 无庸眉头一挑 他有些不解 但依旧点头应道 好 助空等各大部族的强者同样不解 夜伏天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夜伏天命宫之中 世界古术的枝叶包裹着那璀璨无比的火焰灵珠 一缕缕害人的火焰之意弥漫而出 这灵珠朝着命宫中的太阳命魂飘去 顿时那太阳命魂无比璀璨 越来越亮 一瞬间 外界的夜伏天身上燃起无比可怕的火焰 苍穹之上 风云变色 一瞬间仿佛化作火焰的世界 太阳光洒落在夜伏天身体之上 有无穷之火朝着他身体而来 周围天地间的火焰也疯狂朝夜伏天身体涌去 空 夜伏天仿佛化身一颗太阳般 沐浴太阳之火 整个人都被淹没于其中 不要抵抗 夜伏天开口说道 一瞬间 无与伦比的火焰光辉涌向无庸的身体 更可怕的是 不仅仅止有火焰 还有道义疯狂涌入无庸的意志当中 这一瞬间 无庸像是感知到了一尊带是人黄身影 宛若绝代战神一般 夸黄之意 无庸难难低语 内心狂颤 夜伏天吞噬的那颗太阳 有夸黄一流下来的意志吗 驻崇楼站体 夜伏天开口说道 无庸点头 一声轰隆 他身躯拔刀 玉化身战神 第1257章 无庸战戚涅盐 怎么回事 一道道目光宛若 利剑般射向无庸 随后看向他身后的夜伏天 苍穹之上 天都被烙印得赤红 朝着远处流动着 欲将整座千叶城都包裹其中 天穹之上的太阳四合夜伏天 以及无庸化作一体 笔直地射在他们身上 空隆隆 无庸的身躯连续拔刀 越来越伟暗 预灯这天 重视不足的族长 重楼死死的 丁卓眼前的一幕 对于此法 他再熟悉不过了 他的名字 便是以此法来命名 重楼战体 重楼战体13重 一重强胜一重 若到达13重 堪称人黄法体 化身太阳战黄 如今 他已修至涅槃之境 但13重重楼战体 依旧只修成第11重 而且 也仅仅是数年前 才到达这一重 但此时 无庸的身体连续拔生 越来越强 他身上气势滔天 宛若人黄将士 重楼战体 一重重蜕变升华 很快 无庸的重楼战体 已至第10重 这是涅槃层次 才能踏入的层次 而无庸 他虽然在不久前 踏入了涅槃 但以前他从未修行过重楼战体 也许那日在遗迹中 才得传承 此刻 直破十重 而且 无庸并没有停止下来 他还在变强 夜幅天仿佛化身一颗吞噬天地的太阳 一切的道火 进阶朝着无庸身躯之上涌动而去 将力量全部借给了无庸 空隆隆 无庸身躯再度拔刀 重楼战体破十一重 达到了重视不足组长重楼的层次 但让重楼震惊的是 他还没有停下来 无庸浑身都沐浴在无穷到火之中 他脑海之中出现一片幻象 看到了一尊无比巍峨的身躯 顶天立地 那时夸晃 此刻 他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夸晃之意志 破 一声大喝 苍穹至上的太阳射出的太阳之火化作风暴 无庸身躯再度拔刀 天地轰鸣 略焰焚天 周围的天地已经化身火海 诸多强者进阶退向远方 整座城主府都燃烧而起 莫说是城主府 天穷都在燃烧 以城主府为中心的浩瀚区域 无数人抬头看天 望向那巍峨高大的身影 那尊火焰战神 诸多圣境强者的战斗都被直接打断来 所有人都在后撤 撤离那片战场 无庸此刻身上的道义太过可怕 欲焚烧这片天 只是靠近都难以承受得了 十二重重视不足组长 重眸看着眼前一幕一阵失神 修炼至十二重 可以说已经站在念谈这一境之巅 圣境真正的巅峰存在 他都没有达到 如今 无庸达到了 不过 无庸乃是借到 叶福天 他果然得到了夸黄留下的所有一切 和他们猜测的一样 难怪一计消失 只是 他得到的究竟是什么 据无视不足的长老称 当时叶福天吞噬了整个遗迹中的火焰 这是何等可怕 但似乎 也正和眼前的场景相印证 他正在吞噬天地之火 同时将无穷到火释放 融入到无庸的躯体之中 借到给无庸 苍穹之上 出现了一张面孔 似乎是夸黄的面孔 随后和无庸身躯融合 仿佛无庸 此刻代表夸黄之意志 不仅是七大部族的强者死死的盯着这一幕 今日到来的诸多强者 尽皆宁是叶福天和无庸 好可怕的到火 叶福天究竟继承了什么 难怪西境各大部族 今日齐聚于此了 是在必得 纵然得罪下黄界 也在所不惜 想要拿回夸黄遗留之物 但如今看 想要拿回 似乎也不那么简单 九大部族皆为夸黄成属 如今见夸黄意志所在 而等还不攻身下拜 在等什么 叶福天站在无庸身后 目遇火焰光辉的他朗声开口说道 声音响彻天地间 让九大部族 攻身下拜 这一刻 夸黄之意志 的确显现而生 降临无庸身上 没有人拜 祝空等七大部族 今日是来拿人的 纵然夸黄意志显现又如何 他们是来夺回去的 不是来拜见 夸黄意志 当回归九部族 祝空开口说道 大逆不道 叶福天赤何一生 今日 违背夸黄意志之人 视为叛徒 我身为夸黄继承者 以后定当处置 如今 你们还有最后的机会 现在改过自新 尊夸黄于命还来得及 不知所谓 祝空冰冷开口 目光望向其他人 开口道 既然他明完不灵 不肯随我们回西境 直接动手吧 简然 他依旧决定对叶福天出手 至已至此 走到了这一步 怎么可能回头 各部族族长可都是涅槃人物 心境何等坚韧 岂会退缩 期待涅槃强者环绕 以叶福天身体为中心 整片天地都在燃烧 你们都撤 叶福天对诸人开口说道 这场大战是涅槃 近巅峰级的战斗 涅槃以下境界之人 难以插手 除非前面的毋庸置疑 便唯有沈天战 依旧守护在旁 他也擅长火焰能力 如若这次无庸不来 赤龙界有人前来掠夺的话 他可能便是借沈天战来战斗了 但无庸道来 本身出身于夸惶无事不足 又传承夸惶道法的 他显然更合适 主空低头俯瞰下方 太阳神光洒落而下 他手掌抬起 顿时天地到火凝聚而生 化作一股可怕的漩涡 这无比可怕的漩涡 直接凝聚成一颗太阳火球 坟灭一切存在 去 主空手掌朝下挥动 顿时这太阳垂落而下 直奔那尊威额无比的火焰战神身躯 无庸所化的十二重楼战体 在主空出手的刹那 七大念盘强者 身躯之上同时汇聚可怕的大道之火 皆都凝聚毁灭功法之力 众士族长重楼眼瞳开合间 天地间一股极致威压降临而下 他踩踏虚空 似有一尊火焰战神从天而将 杀向吴庸 巫族强者踏步而行 天地间陡然间出现一尊尊太阳神鸟金屋 呼啸往下 淹没天地虚空 七大强者 同时爆发攻击 每一人攻击蕴藏的倒火进阶不同 但皆都蕴藏着害人的毁灭力量 吴庸抬眼望向苍穹 天地间风云变幻 苍穹无穷到火汇聚而生 浩瀚无垠的天地刮起害人的风暴 七大念盘人物看向吴庸那双眼瞳 只见那双眼瞳开河间 便有太阳风暴降临而至 一颗颗太阳朝着诸人的攻击而去 直接于虚空中碰撞 宛若灭食之火 空 无庸一步踏天 他稍某可怕 这一刻的他仿佛化身为神明般 那双眼瞳变为太阳神眼 眼瞳藏道 一眼望去 诞生太阳风暴 那股可怕的太阳漩涡风暴朝着七大念盘强者席卷而出 欲将他们埋葬于太阳风暴之中 看到这可怕的风暴 七大念盘强者神色难堪 这是注视部族所擅长的道法 太阳神眼 如今 在吴庸身上绽放 威力极为可怕 比之助空 都只强不弱 远处诸强者看到这一幕内心震撼 这吴庸 他是要以一己之力战九大部族七大念盘存在吗 这一刻的吴庸 气息简直攀升到了念盘之极 一些到来的涅槃人物也都盯着战场 盖身王神色淡漠 扫向前方 戒道 戒夸皇意志 他心中暗道一声 没想到叶福天竟配合吴庸发挥出如此战斗力 重偶战体十二重 便已经是涅槃之巅了 这吴庸本身就是涅槃人物 叶福天吞噬天地之力 戒道于他 使得他更强 再加上夸皇的意志以及他得到的传承 才铸就了此刻的吴庸 这种状态下的吴庸 强于七大念盘中的任何一人 而且强不少 因而 七大念盘即便联手 想要轰杀吴庸也难做到 但想要拿下叶福天 便要踏过吴庸 祝空他们自然也明白这一点 重楼 屋 我们主公 其他人 拿下叶福天 祝空开口说到 太阳风暴之中 有一道太阳神剑刺穿风暴 祝空身体朝下而行 威压不可一世 重楼和巫同时踏步 随他左右朝着那尊拜士 重楼暂体而去 想要拖住吴庸 另外四大念盘 则是绕过了吴庸 想要去拿叶福天 吴庸的力量是叶福天所赐予 拿下叶福天的话 吴庸不战而败 看到七大念盘靠近而来 宛若一尊尊神明般俯冲而下 吴庸神色依旧不变 他身躯之上 烈焰燃烧 在七大念盘降临之时 陡然间诞生无尽金屋神鸟 淹没天地苍穹 袭杀而出 这一尊金屋神鸟都似有滔天气息 似他的道义所化 七大念盘同时出手攻击 吴庸目光盯着一人 七大念盘中相对比较弱的 伤势不足的族长 千神币 叶福天开口说道 吴庸心领神会 陡然间 那尊威厄可怕的重楼战体之上 突然间出现了无穷手臂 每一条手臂都缭绕着可怕的道火 仿佛有千万手臂同时延伸而出 朝着靠近而来的七大念盘强者抓去 空 吴庸一步踏天 镇压这片天 夸黄身影似凝食了斑 这一刻 七大念盘人物生出一种错觉 仿佛是夸黄 借吴庸的身体归来一战 这些能力 皆都是夸黄的能力 第1258章代圣王 伤势不足的族长伤眼看到万千手臂朝着他轰杀而来 他身体暴退 但见那千神臂延伸而出 一条条手臂化作漩涡风暴 将空间裹挟其中 仿佛无处可逃 伤眼双手凝硬 脚步停下 身躯光辉璀璨 一重重火焰之光环绕周身 酷着身躯 风暴吞噬而来 两股火焰到一碰撞在一起 他被直接卷入到千神臂风暴之中 空一股恐怖的漩涡吞噬之力降临 伤眼只感觉身体周围的火焰光辉化作火焰气流朝着对方身体而去 被疯狂的吞噬炼化掉 他脸色变得无比难堪 怎么可能会这样 他乃念谈之境 倒火极为强横霸道 能够熔炼一切 任何靠近的攻击都要毁灭 对方的倒火 竟然吞噬炼化他的倒火 仿佛等级比他的倒火要更高 除非 世界了夸黄传承逆宝 讲到这 他神色阴沉 身躯之上的火焰气流被疯狂吞没掉来 他被埋葬于火焰漩涡之中 这片漩涡化作了一颗太阳 他便像是在太阳之火的中心区域 无穷太阳之火域将他粉面炼为虚无 空 张眼本身变为火焰道体 太阳之火炼其身体 却一时间没能够粉灭 他浑身沐浴火焰 化作火焰神明般 其他地方 皆都在爆发滔天战斗 但无庸在抵抗和攻击的同时 重点照顾商眼 商眼在七大部族的族长中算是最弱的 如今既然抓到机会 愿意鼓作气 先将一人炼杀 这样一来 也能瓦解各部族的信心 商眼已经被笼罩在一颗太阳球体之中 太阳中心火焰出现赤红色 如雪斑红 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甚至 商眼察觉到了危机感 夜伏天催动着太阳灵珠 一缕缕太阳真火凝聚而生 顺着无庸的身体流动向商眼所在的空间 那真火垂落而下 洒在商眼的身体之上 这一刻 商眼只感觉他的火焰身躯发出 痴痴的声响 在被灼烧炼化 不可能 商眼感知到这种变化脸色惊变 这不可能 他使脸盘 无庸纵然借道 怎么能练得了他 真火之光继续垂落而下 痴痴的声响不断 一道道更强的赤红色光束射落而下 直接刺穿了他的火焰身躯 他的身体在火焰之下变得虚幻 随后感觉到了一股剧烈的痛楚 空 他一步踏出 身体冲天而起 略焰焰天 想要脱离这片空间 外界 重楼战神无庸双瞳扫是他所在的空间 眼瞳之中射出神火 疯狂垂落而下 庞大身躯之上的大道之火疯狂流动至其中 在外面 能够看到太阳内的商眼身体 祝空等人看到这一幕脸色大便 只见祝空凝聚一柄巨大的太阳神剑 四川虚空 朝着那方向而去 想要救下商眼 他们七大部族毕竟是一起来的 一戎俱容 太阳风暴中射出无数真火线条 一点点的将商眼的身体吞噬 终于一声巨响 那颗太阳直接炸裂了斑 商眼的身体竟融入了无尽火焰之中消失不见 被直接焚杀 族长 远处 伤势不足的强者脸色惊变 祝空等人他们的眼神也都变了 无庸 竟然已经能够杀死涅槃存在了 商眼虽然是七大部族族长中比较弱的存在 但曾经也是比吴世元族长要更强的 九大部族 如今只剩下八大部族族长还在了 如若除掉无庸 就剩下七大部族 而且 北离市的太多也显得有些摇摆不定 也许在看形势 他们没想到 七大部族前来拿人 竟然还被杀死一位涅槃 叶福天能够借到给无庸 这让他心里很不安 夸黄允厚 即便九大部族争斗不断 但对外依旧一致 因而才能够长期统治西境之地 如今 九大部族终于将要迎来大变故吗 当然 除了不安之外 还有愤怒 祝空眼瞳盯着无庸道 九大部族之间同为一体 你竟杀死了商眼 无庸冷漠地扫了他一眼 动手的人是祝空 如今指责他有意义吗 如若对方能杀他掠夺夸黄之物 会手下留情 绝对不会 我在替夸黄经理门户 你们对夸黄传人出手 背叛夸黄一命 已经是叛逆之身 无庸开口说道 既然双方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立场 那么便只有走下去了 祝空身体冲天而起 天穷之上璀璨的太阳光洒落在身 天地间陡然间诞生无穷无尽的太阳神剑 将浩瀚无垠的空间都包裹在其中 遮天蔽日 千叶城 无数人抬头皆都能够看到这震撼一幕 许多人继续后撤远离这片战场 这里太危险了 祝空似乎不打算靠近 而是远程大范围攻击 不仅仅是他 另外六大面盘人物皆都释放出自己的力量 但随着祝空手指指向下空 无穷太阳神剑垂落而下 诛灭一切 远处 有神圣的火焰巨龙咆哮而来 这一尊尊巨龙宛若真龙将士 冲向那些太阳神剑 但随着轰鸣巨响声传出 一道身影踏步而行 他手持一根拳杖 刻然乃是北离不足的族长 北离月 祝空 你还要执着吗 北离月到来之后 看向虚空中的祝空开口道 你也选择他那一边 祝空盯着北离月到 之前 北离月态度便暧昧不清 在叶福天他们出祖地之时 便曾帮叶福天 如今 见到叶福天能够借道于无庸 便也站了出来 选择立场了吗 你既新生妄念 想要掠夺 但你可曾想过 夸皇一季存在多年 九大部族既然无法得到 便注定不属于九大部族 叶成主入祖地一季 既成夸皇之志 纵然你不承认其地位 不愿追随 但为何不能给叶成主 一些年时间 也许 他真能够带领九大祖地呢 北离月朗生开口说道 他站在叶福天一方 有公有私 叶福天能得传承 天父自然受夸皇认可 创造历史 未来不可限量 也许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夸皇 至于斯 如今既已证明 九大部族难拿下对方 为何不顺时而为 交好叶福天 祝空神色冷漠 如今 叶福天身边已经有三大涅槃人物了 吴庸 沈天战 北离月 而且 还不知道有没有隐藏下皇界的涅槃 但真正让他们束手无策的是 叶福天能够借到吴庸 发挥出涅槃巅峰的战斗力 他们无法靠近 拿不下叶福天 今日七大部族旗帜 本以为会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却没想到会如此的艰难 而且 一味涅槃存在因此而丧命 但如今 双方已经是事成水火 骑虎难下了 不杀叶福天 将来对方也迟早会找他们算账 如若以后叶福天带着无庸逐个击破 将是各大部族的灾难 这种情况下 今日不成也要成 讲到此处 祝空目光环是周围天地间的诸人 还留在附近的人 都是顶尖势力人物 有涅槃存在坐镇 他朗声开口道 这一站诸位也看到了 叶福天身上得夸皇传承下来的重宝 据无视不足的人亲眼所见 在我九大部族的祖地之门内 以及之中夸皇传承之时 叶福天曾借夸皇传承之物 吞噬了整片祖地之火 这才使得一记祖地消失 如今 他借给无庸的力量 极有可能还只是吞噬的祖地部分力量 诸位自己想象下 那会是何物 诸人听到祖空的话都露出一盲 随后心中了然 难怪七大部族旗帜 直接定义福天之罪名 想要强行将他带走 纵然是得到下皇界也在所不惜 夸皇传承 再加上留下的密宝吞噬整片祖地 这是何等可怕之物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此时此刻 叶福天借到无庸 也印证了祖空的话 若是他们能够得到 是否有机会在火焰到法之上更上一层 或者 感悟夸皇之意 冲击人皇境界 讲到此 更多人眼神炽热 太阳火焰中的叶福天则是眼神冷漠 您是虚空中的祖空 这是要跳动所有人 来对付他吗 这祖空知道七大不足难以做到 便开始戒斥龙界的力量 让他成为众矢之地 百毒至极 哪怕他们得不到 也要让他没有生路 诸位今日前来 想必也都是有所耳闻 如今 何不一起出手掠夺 谁拿到 便归谁 如何 祖空继续说道 怂恿诸人出手 许多顶尖人物皆都易动 在一处方向 行仇已经回到了盖圣王身边 身上受了不轻的伤势 阴夜福天他们的大战 使得他们和鱼身间的战斗被迫终止 叔父 你要不要出手一事 秦仇对着盖圣王开口道 你有兴趣 盖圣王看向行仇问道 人皇遗物 且能吞噬祖地 的确有几分兴趣 即便我不修行火焰 也可以感受下 而且 此物必然价值连城吧 秦仇说道 好 你既然有兴趣 我便拿来送你 该圣王亲生说道 仿佛他决定出手的话 那宝物便一定会是他的 第1259章朱强出手 该圣王他年轻时受过 古皇城城主九奴恩惠 后来也得到过指点 如今才成为赤龙界 叱咤风云的人物 以他的境界 可以轻易成为一城城主 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除了游历各方之外 便是在古皇城中修行 世人都将他看作古皇城的一员 因为和九奴等人关系亲密 因而行开和行仇 都对他以叔父相称 但实际上 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但该圣王一直极为器重 行开和行仇 是龙界的人都是知道的 该圣王自己没有后人 他实则是将行仇兄弟 当作自己的后人来看待培养 如今 瓜皇留下的重宝出世 既然行仇有兴趣 他自然不介意送给行仇 既可以助行仇修行 也算是海九奴的人情 毕竟涅槃第一人的九奴 平日里用不上他帮什么忙 这份人情也就一直还不了 而且 他也不担心拿到手 瓜皇九大部族会抢 他自然很清楚 祝空因拿不下叶福天 因此才出言怂恿其他人出手 一是可以诛杀叶福天 二是只要叶福天死后 他们依旧有很大机会夺取瓜皇秘宝 但是 瓜皇九部如今真正只有六大部族 站在统一战线 产生了分歧 只要他到手 又岂会在乎这些西晋部族 纵然是九大部族一统 他也无惧 瓜皇之后的时代 九大部族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风采 如今统治西晋的九大部族 根本不入他的眼 在古皇城面前 九大部族加起来又能翻得起什么浪来 九先生若是出手 纵然是涅槃 又有谁能敌 盖圣王踏步而出 朝前走去 璀璨的金色光辉瞬间绽放而出 今可见 无数道目光望向他所在的方向 心头剧烈颤了颤 没有人想到 率先出手的人 会是盖圣王 今日有很多顶尖人物到场 但在出手之前 没有人能够知晓 他们究竟会不会对千叶城动手 在著空声音落下之后 必然会有人行动 只是让人惊讶的是 第一位动手的人 是霸道绝伦的盖圣王 他们不禁在想 千叶城和叶福天的命运会如何 真的能够逃过这一劫吗 叶福天也扫了一眼踏步而行的盖圣王一眼 在他身后 不少人的脸色变了 沈天战瞳孔微微收缩 开口道 小心 这盖圣王乃是极富盛名的念盘圣境存在 空间到法已是登峰造极 威胁极大 目与太阳光辉的叶福天神色冷冽 盖圣王是和行仇一起前来的 这是盖圣王自己的意思 还是行仇的意思 不过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盖圣王踏步前行 天地间刮起了害人的空间风暴 他手掌隔空伸出 一瞬间 吴庸和叶福天所在的空间 出现一股可怕的空间漩涡 化身火焰战神的吴庸眼瞳扫向盖圣王 一瞬间 他便感觉到了强烈的威胁之意 这盖圣王的空间道义 已经登峰造极 庄童化作太阳神眼 恐怖的火焰道义化作太阳 朝着盖圣王笼罩而去 盖圣王手掌一抓 空间扭曲 道义撕裂粉碎 他挥手 便将之毁灭 盖圣王继续迈步往前 一步迈出 便靠近吴庸他们所在之地 周围诸多强者 内心颤动 盖圣王不愧是叱咤风云的盖世人物 他的出手 有可能能够撼动借道的吴庸 以盖圣王的身体为中心 天地扭曲 空间道义一瞬降临 可怕的漩涡吞噬一切 他手掌朝前 吴庸和叶福天身体之间的空间在扭曲 叶福天清晰地感受到 有一股可怕的道义欲 将他和吴庸的身体斩断隔绝开来 简然 这盖圣王也知道 吴庸如今境界已是涅槃之巅 很难从他身上突破 事实上的办法便是 切断他们两人间的联系 之前祝空他们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只是 他们明知却做不到 但盖圣王的空间道法 却有可能做到 一旦两人的联系被斩断 借到失败 那么 吴庸将成为普通的涅槃 六大不足任何一位涅槃 皆都能够和他一战 叶福天 便将毫无抵挡能力 无庸察觉到盖圣王的用意脸色惊变 他眼瞳化作神谋 想要将盖圣王困入太阳之火中 然而盖圣王对空间极为敏锐 他直接一步踏出 撕裂到法序空 快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甚至触及不到他的实体 天神必轰杀而出 一瞬间遮天闭日 盖住这片苍穹 无穷大道火焰掌印轰杀而下 埋葬这片天 盖圣王身前出现扭曲的空间风暴 踏踏天而行 手掌朝前 毁灭的风暴扭曲撕裂轰杀而来的大道掌印 同时浩瀚空间道一笼罩着 无庸所化的虫楼战体 将之和身后的夜福天隔断开来 同时 一股扭曲的空间风暴朝着夜福天身体咆哮而出 脚心 整天站挡住夜福天身前 轰出一掌 将之震退 无庸身上的气息急速的衰弱 无穷到火似在熄灭 空间漩涡裹挟着他的庞大身躯 将夜福天和他的联系斩断 两人中间出现一股可怕的空间玻璃力量 阻止夜福天借到 该圣王抬手便是一掌轰出 大道掌印进化作无尽虚无空间之刃 斩断虚空 和无庸的攻击碰撞在一起 无庸的战体被寸寸撕裂 只一瞬间 便被轰回原形 化身本来的无庸 好强 这就是盖圣王 空间到法登峰造极 诸人心颤 他将无庸和夜福天剥离 以此直接削弱无庸的战斗力 这样一来 夜福天根本不堪一击 主空等人一直都在盯着战场 在盖圣王出手的时候 他们甚至在观战 但当无庸和夜福天身体剥离开的刹那 他们出手了 一瞬间 六大念盘快到极致 身体从天而将 朝着夜福天冲去 六大念盘 气势何等可怕 威压天地 夜福天只感觉有股窒息威压 他身旁的沈天站同样感受到无比强烈的压力 另一处方向 北离士族长北离月同样皱着眉头 这盖圣王的出手 简直是灾难 主空等人出手之时盖圣王冷淡地扫了一眼那边 怂恿他出手 而后想要当着他的面带走夜福天 可能吗 当他是什么了 他踏步而行 身体穿梭虚空 六大念盘一瞬降临 朝着夜福天扣杀而出 空 一股恐怖的犀利从下空落在夜福天身上 夜福天身体进到卷而出 祝空他们和沈天站以及北离月碰撞在一起将两人震退 随后继续冲向夜福天退后的方向 在那里 似有可怕的大道阵图 一道身影出现在夜福天身后 他一步迈出 走向夜福天身前 正道图案不断放大 璀璨至极 前 手掌抬起 鼓字朝天 化作天之壁垒 之手擎天 空 祝空等人的攻击落下 大道阵图出现裂痕 他们扫向夜福天身前的英俊身影 竟然 还有涅槃人物在场 夜福天同样看向出现在面前的身影 神色一阵恍惚 他之前还在想 师兄和飞雪他们来到赤龙界也不知在何处修行 如今 他见到了颜渊 在他遇难之时 颜渊出现在了他身前 简然是知道这场风波 可以赶来之人 一直在暗中看着 今日到了不少涅槃人物 许多顶尖势力之人都来了 因而也就没有人刻意注意暗处的他 如若这一战他能够自己解决 或许颜渊根本不会出现吧 师兄 夜福天喊道 我早已不是你师兄 颜渊参同气释放到极致 身上的道义疯狂流动至图案之上 但祝空他们直接攻击 使得图案裂痕越来越多 夜福天没有说什么 是不是 又有什么关系 砰 一声巨响 大道阵图破碎 颜渊身体被震退 他带着夜福天往后撤离 然而在带着夜福天之时 他隐隐感觉 夜福天身上竟有一股 令他都为之心计的力量 应该便是他在夸惶遗迹中 所得到之物了 借之让无庸发挥出超强战力 翁 太阳神剑刺穿虚空杀像这片 你自己退 颜渊看到数位涅槃人物杀来 他自己都对付不了 蓝颖护助夜福天 只能再次凝聚大道阵图朝前而行 试图暂时封锁天地 出手 远处有声音传出 顷刻间 又有人踏步而出 依旧是涅槃籍的人物 呛成的涅槃强者 还有剑木之城的九阳圣主 何尝世俗长 他们 都想要这夸惶遗物 如今 胜负已分 局势已经非常明朗 如此多的涅槃出手 夜福天根本无处可逃 就看他落在谁手里 夸惶遗物便是谁的了 一位位强者冲向夜福天的身体 这可都是念盘籍的存在 气息简直可怕 插翅南非 远处诸人看到这一幕心中生出一缕念头 这种情况下 夜福天还如何逃出生天 看来 夸惶传承 将成为他的灾难 目与太阳神火中的夜福天抬头看了一眼朝他而来的身影 燃烧着火焰的双铜却显得极为冷漠 命宫之中 地溶入躯体之中 同时 命宫中的那颗灵珠释放出万丈霞光 和天地达到共鸣 一瞬间 霞光万丈 夜福天的躯体之上 燃起了骇人的火焰风暴 第1260章面涅槃 一股狂暴的火焰气流从夜福天身躯之上席卷而出 威压天地 那些踏步而行之人突然间停下脚步 他们眼神凝视前方那沐浴神火的身影 竟从夜福天的体内感受到了一缕令人心计的气息 夜福天的身体缓缓飘浮而起 悬浮于虚空之上 整个人像是无根拂平般 唯有一丝的重量 他的眼瞳终燃起了火焰 他躯体之中 血脉狂暴的翻滚着 体内 命宫之中 旋转着的太阳灵珠释放出无与伦比的光辉 似要将他的命魂都燃烧 空 一股狂暴至极的火焰气流从夜福天身躯之上席卷而出 淹没了整片苍穹 朝着远处而去 这一瞬间 千叶城的上空那片火焰流光带住了这片天 许多人心脏跳动了下 皆都看向夜福天所在的方向 时空像是静止了斑 夜福天 他似乎不仅仅能够借到于无庸 他自己本身 也可以借用这股力量 从夸黄中得到的力量 漂浮于虚空中的夜福天缓缓抬头 看了一眼杀上来的数位面盘人物 深吸口气 吐出一道声音 夸黄传承 和你们有关系吗 为何 不给我 不给你们自己留点退路 他说话之时 眼瞳都在燃烧 随后他的身体也在燃烧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天地如雪般赤红 苍穹之上的太阳照射在他身躯之上 万里苍穹 无尽火焰气流朝着他涌来 夜福天的身体 化作了一无边可怕的漩涡 宛若太阳黑洞般 吞噬一切 他的身体像是在燃烧 诸人只见夜福天的脸色扭曲 像是在炼狱之中 露出极度痛苦的神色 他感悟五脏六腑都在承受最可怕的火焰灼烧 一道低沉的咆哮之声从夜福天口中吐出 他双瞳射出骇人之火 抬头看向无尽苍穹 锦夸黄 一道大吼之声传出 夜福天身躯被滔天之火埋葬于其中 无穷到火凝聚成实体 那是一尊无边庞大的身躯 绝待人皇 许多人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尤其是九大不足之人 祝空抬起头 震撼地看向那渐渐凝聚成实体的身影 威额高达无边的身躯 是夸黄降临世间 戒夜福天之身 夸黄在临世间 怎么可能 祝空的脸色扭曲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画面 不仅仅是他 九大不足的人进阶狂颤 纵然是涅槃人物也一样 心脏跳动不止 夸黄早已经陨落多年 怎么可能再临世间 然而眼前的一幕 却是如此的清晰 真真实实 夜福天 召唤夸黄 以无穷到火 凝聚夸黄之身 疯了 远处观战的人 只感觉心脏在颤抖 他们看到了什么 今日这一战 赤龙借各方强者齐驱而来 包括许多顶尖势力 涅槃境的存在 而他们在经历了一场大战之后 也的确卷入了这场风暴之中 然而 这场风暴肆愈演愈烈 如今 夸黄在临 战场突然间静止 那些战斗的涅槃人物都停下 抬头看向那尊身影 天穷之上 火焰依旧还在朝着那尊夸黄身躯涌去 像是无底洞般 在那无边巍峨的身躯之中 叶福天身处其中 他整个人被火焰埋葬淹没 身体在焚烧 命魂世界古术化作千丝万缕 裹挟着他的身体 渗透入血脉之中 必一绽放 躯体之中血脉翻滚不休 他继承那座夸黄遗迹之时便知道自己能够戒道 只是 他的修为还太弱了 因此战斗爆发之时 他戒道于无庸 让他来战斗 虽然无法完全戒道于他 但凭借无庸本身涅槃境的实力 能够让自身实力攀升到涅槃之巅 只是没想到 盖圣王出手 将他们两人的联系直接剥离 叶福天他只能自己召唤夸黄 借天地之道 以他的境界借这等可怕的道 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若不是被逼迫到这一步 他根本不可能会这么做 不是夸黄 只是夸黄遗留下来的一道意志而已 祝空朗生开口说道 诸人皆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慑 但夸黄死便是死了 根本不可能复生 听到祝空的话 诸人都反应过来 他们也明白 祝空所说没错 否则 若是夸黄将士 一只手就能捏死他们 而且 他仅仅只是胜到第一镜的实力 随时可能遭到反噬而亡 没想到他得到之物 竟能够召唤夸黄重现 祝空继续开口说道 他不而行 眼瞳之中的贪婪之意更甚 他一定要得到 这放在夜福天身上太过浪费 如若是他继承此道 一旦接到战斗 这次龙界 人皇之下 水雨争锋 祝空能想到 其他人自然也想到了 眼前 出现了一个圣道无敌的机会 只要继承夜福天所得到的一切 那么从此以后 圣境之下他们能够站在至高 除此之外 还能够感悟人皇之意 将来有机会真正步入那一镜 这是何等的诱惑 涅槃境的人物 尤其是擅长火焰之人 谁不想据为己有 更多的强者蠢蠢欲动 而远处 夏清渊他们则是露出强烈的担忧之意 他们当然也明白 这事夜福天在界夸黄传承之道 一旦控制不住 后果不敢想象 夏清渊眼瞳冰冷 扫向那些出手之人 只可恨 他虽已经步入圣境 但这种级别的战斗 都是最顶尖的念盘人物 他怎么插手 这些人的战斗余波 就能将寻常圣境人物摧毁 莫说参战 他们连靠近战场的资格都没有 苍穹之上 太阳光赤胜无比 助空聚天地大道之火 在天穹之上 太阳之下 凝聚出一柄巨大无边的太阳神剑 他眼眸扫向下空之地 一声大吼 太阳神剑从天而降 朝着那巨大无边的夸晃身影杀去 那凝聚而生的伟岸夸晃身影 抬起手臂 朝着虚空中伸出 顿时他的手臂化作可怕的漩涡 炼化天地 太阳神剑杀下之时 他甚至没有去阻挡 直接吞噬神剑之上的火焰 太阳神剑刺入那手臂之中 想要将之斩断 诸向夸晃庞大的身躯 但一股无与伦比的到火凝聚而生 太阳神渐进一点点的被熔炼成为火焰 被那庞大的身躯吞噬掉来 助空是叹性的攻击被直接吞没 使得他神色阴沉 这凝聚而生的夸晃身影 宛若火焰之道的实俗 火焰对他难有作用 纵然不是真正的夸晃 但也是吞天地到火凝聚而生 砰 就在此时那座巍峨巨大无边的身影忽然间动了 猛然脚踏而出 无边庞大的身躯四头顶天 脚踏地 这一步大地直接燃烧 化作了火焰之城 这股火焰从地面吞噬向虚空之上 要将这片苍穹战场全部埋葬于火焰之中 巨大无边的手掌抬起 宛若神明掌印般轰杀而出 那掌印凝聚着无穷到火 能够熔炼一切 掌心之火犹如一颗太阳般 距离叶福天最近的涅槃强者并非是六大不足的涅槃 而是剑木之城的两大涅槃存在 西是九阳圣主以及常世家主 因而这可怕的掌印最先轰向的便是这两大涅槃存在 九阳圣主周身环绕九颗太阳 此时九颗太阳绽放无尽霞光 环绕往前 竟然还在分裂 化作一万太阳 朝着那巨大的掌印轰去 他也想要看看 这吞噬天地之火凝聚而生的夸晃身影有多强 砰 一颗颗太阳炸裂摧毁 大掌印直接将之吞噬其中 融入掌印之内 继续往前而行 九阳圣主神色微变 火焰对他完全没有作用吗 常世家主身后则是出现无尽太阳长矛 想要刺穿那巨大的掌印 却也一样 似乎完全没有用 被吞没入其中 无论他们是什么到火 都要吞没掉 两人脚步踏天 身体朝后撤 然而就在此时 那巨大无比的掌印直接淹没了那片天穷 掌心之处 出现了一股无比可怕的吞噬漩涡 空 两人身躯之上的火焰疯狂朝着那掌印漩涡而去 不仅如此 他们感觉身体也要被吞噬入那掌印之中 两人脸色微变 以更快的速度后撤 大掌印不断延伸而出 遮天闭日 他们身上的火焰咆哮着 疯狂被卷入掌心漩涡里面 仿佛到火要被吞噬干净来 甚至 就连九阳圣主身体周围的太阳命魂都像是要被一起吞噬 练 一道冷漠的声音从那尊夸黄身躯中吐出 巨大无边的大掌印颤动了下 顿时可怕的吞噬漩涡中直接射出无尽到火 淹没天地 瞬间将两大涅槃强者笼罩在无穷到火之中 那巨大的手掌像是在江夸黄躯体上的火焰吞吐而出 九阳圣主以及常侍老祖身体被火焰埋葬在里面 受大道之火炼化 归一 九阳圣主大吼一声 化作九阳圣体 宛若一颗璀璨的太阳积射而出 冲出火焰直接降临高空之上 但即便如此 他心脏依旧狠狠地颤抖了下 手臂竟微微发颤 九阳圣体 都差点被炼 常侍老祖则是没有那么幸运了 被到火埋葬的他发出凄惨的咆哮之声 他想要冲出去 但上空的掌心不断吐出到火 炼他的身躯灵魂 我退出 常侍老祖大吼一声 他身体四十四须 像是随时可能消失 晚了 回应他的是一道冰冷的声音 像是来自死神 你试炼 我第一次 上空的役性 我回应 再一道 一道 走了